The Maple Couple是CCEA Canada Course Graduate 加拿大注册教育顾问 我们联合加拿大多家公立大专学院 即是Desti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s 即是大家常常说的DLI 在过去几个月 我们已经成功协助超过700位 为香港人报读多个不同的课程 与我们合作的院后 为大家提供超过500种不同的各类课程 而我们的经验 最快可以在两天之内获得学校的收律讯 我们能够在部分的学校 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免英文入学试 甚至乎是免报名费等等 但只是限于有新入读的同学 由今天开始 我们已经接受2022年1月 5月和9月的报读 绝大部分的同学希望在2022年9月入学 请尽快联络我们 同时我们成立了The Maple Couple同学会 除了协助大家能够在出发之前认识新朋友之外 我们也协助大家寻找同校和同班的同学 部分的同学已经成功地找到自己的室友 一起去plan坐飞机 预备出发的事宜 甚至乎一起去夹租等等 一起去融入新的生活 同学会的年龄层为18 去到超过50岁 包括中三毕业 会考零分的大龄学生 高中毕业生 即DSE的毕业生 大学生 大学的毕业生 石士生 PhD 以及大量持有Open Work Permit的人士 前为止 The Maple Couple同学会 学签成功率超过90% 已经有超过100位同学在今年5月、9月成功开学 成为对Matebook Apple同学会的成员 更加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品 包括13寸的MacBook Air、New iPad等等的开学礼 同学会的成员主力报道的课程包括有Diploma、Degree、Postgraduate Certificate等等 由于页本的课程实在太多了 请大家联络我们以获取相关的资讯 与我们合作的学校更多 包括位于安省的Seneca College George Brown College Saint Lawrence College Saintennial College Humber College Georgian College 而在BC省呢 就会有Carmousen College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KPU等等 而在Alberta也有很多同学上去 所以我们也加了SAIT Bow Valley College 以及Nordquest College等等 立即经The Maple Couple报道学校 以及获取免费加入同学会的详细手组 报道后请凡请入道 有很多不同的移民 所以我们好有幸 整了一年多集的The Maple Couple同学会的生活日志 跟大家分享各位同学在加拿大的读书生活 接下来我们会有不同的影片出家 跟大家分享这些同学到底在加拿大读书 读得适不适应 最开心的地方是什么 以及最难搞的地方是什么 大家喜欢看The Maple Couple的视频的话 记得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请订阅我们的Facebook page 谢谢 Hello 大家好 Katrina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加拿大的读书生活 我现在读着George Brown College的 ECE有教的课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我现在读着九月入学 是一个刚刚读着季度一的 我和我先生一起来的 他就拿工作签证来的 我就拿学生签证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租宿舍 去租了一个公园的单位住 为什么会选去加拿大读书呢 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动历程 其实在两年前我们已经考虑去移民 因为香港的情况 我们就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那时候是没有BMO的5加1 也都没有加拿大的Trainmate 3B的路线 我们就做了一些资料搜集之后 发现很多国家都是需要投资移民 可能有一大笔的资金 我们就没有这个资金去做的 后来就发现了加拿大 是一个可以给我们申请去读书 然后再读完书 就毕业之后就可以申请一个最多三年的工作签证 再去计分 行一个extra entry的路线就可以再申请PR 我们研究过发现都是一个很可行的方法 对我们来说 而且加拿大也是一个英语系的国家 相对容易比较适应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去加拿大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科来读呢 刚刚也说过了 我选择加拿大的时候 是没有Trainmate 3B这个计划的 所以我当时考虑的最大因素 就是就业的情况 是不是很容易毕业了之后 不是很容易找到工作呢 当时就发现George Brown College 其实都是在多云多是一间很出名的学校 他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也是很高的 而又搞这一科 工作的需求也很大 而且我看过一些内容都是觉得有兴趣的 因为我本身在香港的本行 就不是有教的相关学业 所以我就决定转行 因为觉得自己在本行 如果来到加拿大就未必很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就会选择转行去读过新的科目 而且帮到自己找工作 我觉得都来了两个月 要练习的东西都差不多练习了 在学业上面其实一开始有点不适应 因为那个教学模式 其实跟香港的学习模式都很不一样 这里比较需要你自律 也都要去备课做很多的功课 这里的考试、测验模式 也都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可能是一个学期 只有一次考试和一次测验的 但是这里就不同的 这里可能每个礼拜都有一份功课 和一份测验要交的 所以如果同学想去读书的话 都要留意其实都需要你多少时间去温书、被迫 其实在生活上其实都大致上都适应到 始终我觉得香港和多伦多也是一个大城市 相对来说多伦多是没有那么方便的 不会一落楼就已经有超市、餐厅 但其实都是步行范围之内的 可能十几分钟已经走到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都很容易适应一点的 那么我自己生活上都暂时都适应得出失败了 不过是怕冬天 现在就来冬天 就是落雪的情况 始终都没试过经历在生活在一个天气的环境下 那我也有少少三心 不过相信也不会太难去适应的 那来到加拿大之后 最令我惊喜 都会有几个方面的 其实第一个就是一些很漂亮的自然景色 其实在之前在Facebook 之前看很多人分享的时候已经见到的了 不过那时候就觉得 会不会去駕好车一两个小时才去到 去看一些很漂亮的枫叶和黄叶的景色 其实都不是的 可能因为我一来到的时候 是住在丹滩那边 那我们其实走十分钟已经可以去到湖边 其实湖边都好像香港那样有个海边 这样很漂亮的一个自然景色 很舒服地让我们去散步 市中心里面也有不少景点可以看 那我们都趁这两个月 其实都去了一些景点 去看不同的景色 有黄叶和行叶的 其实都不需要很远 可能是一个小时车程内已经去到的地方 那这些也是很令我惊喜的地方 那第二样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读幼教的关系 那我自己就比较感受到 这里真的很尊重的多元文化 政府和学校等各样都看到 他们无论是不同的性别人士 不同的宗教 种族 他们都是很尊重这个多元文化的 可能填一份文卷 那里不仅仅只有男和女可以选择的性别 也有不同的第三性别 跨性别 那你都可以提的 那你都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清姑 那其实这些呢 其实这里是很多元文化的 那有学校呢 都会教很多 我们有很多课程的内容 是有关于原住民的 那也都被我们认识到 原住民的历史和他们的文化 那我们这个呢 是很好的机会去学习 那始终呢 我们这么多个不同的种族 在加拿大这个统地上 其实我们都需要互相尊重的 因为呢 在来之前呢 其实都已经有 看到网上不同人的分享 其实呢 这里政府或者机构做事 都可能有时候有些错漏 来到之后呢 都确实这个 发生一些经历 都令我们觉得 这里的做事 可能有时候有些脱漏 可以分享一个经历给大家 那我呢 那我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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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想按30张20元 最后呢 是出了30张50元 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都错得呢 在香港呢 应该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那我们很幸好 那里有一家银行 可以直接去跟他们说 那职员都很熱心地 跟我们说不好意思 那他就说 可能是有人 买错钱在交易中 这样 所以这个位呢 就提醒大家 来到 就是所有东西 无论买东西 去申请一些 政府的文件 各样呢 都真的要看清楚 自己的东西 不要错 那别人交给我们 我们都要看清楚 那我来到 都两个月了 所以呢 刚刚拖单完的 所以做part time 但是呢 我也有在 行商场的时候呢 都有留意一下 有没有请人的广告 那我都发现 很多其实 现在因为重开的关系 那其实呢 很多商场 店铁啊 餐厅啊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了 也都有时见到 他们会有请人的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做服务业的part time 不会太难找的 那如果是独有的同学 其实呢 我都会有见到 有时有些 ECEA的part time 那其实呢 都会有些 一些相关的 一些part time的职位 可以申请的 那所以呢 带来的同学 都不需要太三心 黑 time 他会很难找的 那很高兴 那很高兴 就是可以经 meboocup 报名读书 最高兴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 报名废 因为就可以 报到 多网多的学校 那也都加入了 那也都加入了同学会 其实也很开心 有一班香港的同学 来一齐 加拿大读书 始终呢 人生老不熟 那来到加拿大 有很多东西 就是传教 那些同学去分享 他们的资讯 就是无论是入境啊 去到加拿大的一些 生活的资讯啊 读书的资源啊 都很需要大家的同学 互相去分享给大家听的 那虽然我自己呢 就比较CD-ROM多啦 但是都很多谢 对同学的分享的